干貝魚刺羹 它裡面干貝給的蠻多顆的 加了辣丸 內餡很多 菱角酥是一包有10顆 菱角跟麵衣的比例拿捏得剛剛好 吃蒜豆飯一定要加魚皮湯或是魚肚湯 因為它們兩個超級大 牛肉合分 真的是極酸的 但是真的很好喝 它們真的是花生辣醬 外面的蚵仔蒸比較少有這種口味 超級好吃的 芋頭口味 它有點像是芋泥的口感在裡面 嗨 大家好 我是好翔秋的莉莉 今天我們來到了台中豐原的廟東夜市 雖然它叫做夜市 可是其實有很多店家都是中午過後就開始營業囉 這也算是我從小吃到大的一條街 裡面也記載了很多老台中人的記憶 那今天就跟著我們一起從頭吃到尾吧 GOGO 第一間我們就來吃菱角酥 這一間有人稱它為廟東門神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排隊的人潮是落意不絕的 所以要先拿號碼排 通常晚上的時候 你要排個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起跳 菱角酥是150元 有10顆 那外面的麵衣是有點酥酥脆脆的 可以吃得到菱角的原味跟麵粉的香味 這一間菱角酥真的是無可取代 菱角跟麵衣的比例拿捏得剛剛好 真的就是從小吃到大的味道 就是廟東的味道 對 應該豐原人都有吃過它 那我們等一下帶大家去吃一間相偉的菱角酥 如果沒有吃過的話 我也覺得它也很值得吃看看 時候前面的店家可能要排隊排太久 就可以來這邊吃 我覺得這一間其實也非常的好吃 它比較不一樣的特色就是 它有分不同種的口味 就有起司酥 菱角酥跟芋頭酥 有一次我前面那間剛好沒有開 我就來買這一間就發現 哇 因為它真的非常好吃耶 它這個一樣是10顆50塊 好像大小也差不多 它兩間的差別就在於說 這間的皮再厚一點點 比前面那間再酥一些 一連來吃看看 它這兩個其實吃起來不太一樣 你是整個包覆在那個菱角 所以你會吃起來是整個這樣咬出來 然後剛剛那個很像是分離的這樣 起司口味 就有點像是韓式樂狗裡面 有起司醬濃濃的那種味道 起司跟芋頭就是裡面沒有菱角的喔 我們還有一個芋頭口味 芋頭我很喜歡 因為它有點像是芋泥的口感在裡面 我覺得它吃起來有點像是 林下椰池有一間流浴仔 外面炸的酥酥脆脆 吃起來就是淡淡的芋泥香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的是蒜肉飯 這一碗是55塊錢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傳統的味道 蒜肉飯一般在外面比較少看到 還滿特別的 上面有很多的豬肉塊 這屬於瘦肉比較多 上面還有放滿滿的筍乾 如果吃蒜肉飯的話一定要加的就是 魚皮湯或是魚肚湯 因為它們兩個超級搭 筍乾是比較辣辣香香的 滿入味的也很脆口 然後它的飯比較綿密一點 配上蒜肉的滷汁就非常的鹹香 它的蒜肉上面的醬 是還有一點點黑胡椒做提味的 雖然說它整塊都是瘦肉 可是它其實吃起來也不會很柴 我覺得還滿嫩的 然後魚皮湯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爸也超愛的 很大塊的虱目魚皮 一定要沾這個芥末 配著它 然後再加醬油 蒜肉飯加魚皮湯真的很讚 湯是屬於淡淡清甜的味道 然後它們的魚皮也都非常的新鮮 這間店一定要點的是紅油炒手 因為它們裡面的混沌呢 都是自己手工現包的 它們的絞肉也是自己做的 包括連醬都是喔 就是從頭到尾都是老闆自己製作的 皮屬於比較厚的那種 裡面的肉是很快就會在嘴巴裡面化開 它們的肉還有包入一點點的芹菜 所以就很提味 但它整體就是屬於比較重口味一點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配飯吃 非常的香 然後還有一間是每次來廟東夜市 都一定要喝的鳳梨冰 就是這一間金樹鳳梨冰 可惜它今天沒有開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來的話 一定要買一杯 鳳梨冰除了可以吃到鳳梨蜜餞以外 另外它還有可以加杏仁露的口味 我覺得非常的傳統就是很古早味的那種鳳梨冰 也不會過甜 好接下來要來吃的呢 就是我順順念的肉圓仔湯 肉圓仔其實就是鹹湯圓的意思 雖然這一間店在廟中不是說非常有名氣 可是是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糯米類的主食 我又覺得這一間的肉圓仔跟外面的很不一樣 我就帶大家來吃看看 我們點了一份肉圓仔湯還有一個乾的水晶餃 其實從外面就可以看到有一點透到裡面的餡料 因為它的餡料真的很豐富 外皮屬於比較皮薄的 然後糯米是很軟糯的那種 裡面餡料是自己炒的喔 裡面還有加油蔥比較鹹香一點點 整個搭配在一起的鹹度就很剛好 我覺得外面吃到會再Q一點點 然後它是整個屬於比較軟爛的 所以口味也是因人而異 因為它的湯都有加很多的芹菜 所以喝下去是芹菜的味道比較重 如果你不敢吃芹菜的話記得要提前告訴老闆娘 這一份呢就是乾的水晶餃 有七顆水晶餃 像水晶餃都是他們自己現包的喔 因為還有加入素食粉的關係 跟肉圓仔吃起來就很不一樣 老闆娘建議要搭配著薑食一起吃 這個就屬於皮比較厚一點點 肉就比較少一些些 我要吃看看他們的特製辣醬 這個是老闆娘超級推薦 好香喔 這個是朝天椒 超級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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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就是很單純的辣椒香 是辣到你整個舌頭都在辣的那種 所以喜歡吃辣的人一定很愛 好接下來就要來吃蚵仔煎 其實蚵仔煎真的算是國民美食 那今天要來吃的就是我從小吃到大的正道蚵仔煎 它除了有蚵仔煎以外還有賣蝦仁煎 蚵仔麵線還有蓮子湯喔 我們先來吃看看 哇你看姊姊在煎這個蚵仔煎 它上面就會鋪滿滿滿的蚵仔還有空心菜 這樣一大盤的煎 看起來超級療癒的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店裡面了 牆上有一整排的簽名字 剛才在店上找到了我高中的簽名 小時候來用餐的時候 只會在牆上亂寫字啊 大概已經是10年前的簽名了 這間店真的也是從小就遲到大 真的是回憶滿滿的耶 你看這個牆上 如果有人跟我一樣在這邊錢過迷的 下面留言告訴我 拿到我們的蚵仔煎了 然後這一盤是90塊 它其實分量還滿大一盤的 這一間蚵仔煎最好吃的就是 它們的醬料非常的厲害 很特別它們就是花生辣醬 花生味非常的重 然後也很濃稠 外面的蚵仔煎比較少有這種口味 超級好吃的 蚵仔煎的皮勾芡得很剛好 重點是它的份量很多 因為它有豆芽它又有空心菜 蚵仔也很新鮮很多顆 而且它蚵仔煎的蛋味也非常的香 吃起來其實層次口感很豐富 很多的菜配在一起就很搭 這一條上面還有不同間的蚵仔煎 大家都可以吃看看 那我自己就是超級推薦這一間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蝦仁麥丸 這間蝦仁麥丸也是在廟口的地方 這間麥丸蠻特別的地方 是它都是用整的 其實我覺得不會算很貴 因為它裡面都有很大隻的一隻蝦子 它這個蒸仁麥丸是屬於皮比較薄的那種 內餡很多 主要就是它的胡椒味的味道很香 它的皮吃起來非常的軟Q 我覺得它口味吃起來是比較鹹甜鹹甜的 算是比較重口味的麥丸 然後如果有來吃蝦仁麥丸的話 一定要點上一碗干貝魚刺羹 它裡面的料非常的豐富 有這種小干貝 然後還有很多的高麗菜跟蛋 因為它有加一點烏醋 所以還蠻皮香的 應該不是整的魚刺 但吃起來就是很有口感 它裡面干貝給的蠻多顆的 干貝的味道就比較鮮甜一些 湯裡面因為有加很多的芹菜 所以芹菜的味道也很重 我覺得它們就是一組的 就是一定要配在一起吃 而且金青花算是蠻特別的口味 在別的夜市比較少吃得到這樣子的湯品 我們要來吃另外一間肉丸了 這間肉丸是正老牌肉圓店 其實也是很多豐原人的兒食回憶 像是我媽媽在她小時候 就會從小吃到大樓 你看現在吃到她的小孩也都長大了 它是用油炸的方式 那個畫面看起來非常療癒 一顆肉丸的 一顆肉丸上面有鋪上甜米醬還有醬油 它裡面還有一些筍丁跟豬肉 雖然它是油炸的 可是它吃起來不會有那種就是烤吃烤吃的口感 它是整塊都很軟Q 然後皮比較厚一點點 加上它裡面的肉 因為它裡面的肉是豬的後腿肉 吃起來是瘦肉比較多 然後是那種Q彈帶勁的口感 真是懷念中的好味道 如果大家喜歡吃辣的話 一定要加他們的辣醬 算了 味道其實蠻重的 雖然看起來有點可愛可愛的 但它其實真的是有辣度的 我們把肉圓吃完了以後 重頭戲就來了 他們這間店裡每一個桌上都有放一壺熱的清湯 你把肉圓吃完以後就直接加清湯 它就變成一瓦有味道的湯了 它的高湯本身就有一點點味道 所以吃起來也不會不夠鹹 我覺得最後喝上一碗暖乎乎的湯 真的非常棒 最後一間我們要來吃這一間太棉小吃 這一間店雖然已經走出廟東外面 不過它其實以前的店面是一間小攤販 在廟東夜市裡面 走過來其實也只要三分鐘就到了 因為我覺得它的口味真的是做得很道地 它是把泰國的口味經過改良以後 比較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我們就來吃看看 我們餐點上菜了 我們點了一碗牛肉和粉 還有青木瓜絲 還有一杯泰式奶茶 我剛喝了一口這個牛肉和粉 真的是極酸的 但是真的很好喝 它的和粉都是有先燙過 它的和粉量非常多 這個一個人吃會超薄耶 非常酸 如果你真的是愛酸愛要爆炸的人 這個一定要再加這一碗辣的醋 它這一碗是又辣又酸 很爽口 因為這碗整個湯頭都非常的夠味 每一口也都有很重的味道 可以自己再另外加這個乾的炒辣椒混進去 吃起來就更精爛 那牛肉片吃起來是比較有嚼勁 稍微有一點點柴的 我覺得他們的購買很好吃 很juicy 他們的青木瓜絲很大一盤 很脆口 然後它也是偏酸的那種 我覺得如果夏天很熱的話 吃這個真的是很清爽 對老闆娘找到我們的泡菜 算比較清淡的泡菜 我覺得泰式奶茶就是沒有那麼道地 煉乳味比較沒有那麼重 比較清淡一點點 最推的還是他們的牛肉和粉 因為他們的湯頭真的是用蔬果去熬的 所以除了鮮甜以外 又很道地的酸感 今天早上吃了八間楓圓的廟東美食 真的是回憶滿滿滿滿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有經過楓圓交流到的話 可以開車過來 不用十分鐘的距離就會到了 廟東夜市裡面真的有非常多 這邊特有的美食 那就推薦給大家啦 如果你有特別喜歡吃哪一間的話 也可以留言分享給我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